大家好 1月12日 我參加了網上有關 新設計入籍試測試的網上介紹會 我主要是關注建議修改考試內容 這段影片是想說有關建議的修改內容 主要是在英語說話測試 以及公文測試 有些改動 至於閱讀和書寫部分 建議不需要修改 照舊 即是Reading and Writing Test 好 先說大改的部分 Speaking Test 會給你一幅圖 即是給申請者 讓他們形容一下內容 看看他們懂不懂得用有關的生字 簡單的詞彙或短句 去形容這幅圖畫 申請者的英語程度 基本上要達Lv.3 這個要回到National Reporting System 基本上要求那些申請者要達高級初學者程度 即Higher Beginner 面試的時候 考官就會說 Tell me about this picture 你就要說一下 說一下內容 都會建議那些圖片 都是一些日常生活 一些日常活動 作為內容 有三次機會 一次答中就可以了 至於公文測試 建議採用選擇題去進行 可能是給你一部iPad 在這裡 按一下答案 內容上是會有所更新的 都是100題 給你預先準備 會抽10題 答中6題就過關了 同樣建議65、20這個Rules 即65歲以上 持有錄卡20年 只需準備20題指定的題目 至於答中多少題才合格 我手上沒有這個資料 或者明天才補充 戴上頭盔 以上提到的建議修改內容 至於有沒有修改 或者什麼時候落實 都是要等官方公佈 對於今次的建議修改 大家有沒有一些意見呢 不如留言分享一下 好了 就這樣了 拜拜 我會繼續跟進的